另外今天记者会同样也关注了日本首相史破茂 今天是向禁国神社供奉了名为真神的祭品 但同时也有相关人士透露称 史破茂不会在持续到19号的大计期间来参拜禁国神社 对此发言人毛宁在今天记者会上也是做出了严正回应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禁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 供奉有对侵略战争负有严重罪责的14名甲级战犯 我们敦促日方正视并反省侵略历史 在禁国神社等历史问题上谨言慎行 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